Hello,大家好,我是阿特 四季豆炒肉怎么做好吃? 有的人直接下锅炒,有的人先焯水 这样做出来的四季豆不是不够入味,就是不太熟 协会我今天做个做法 做出来的四季豆比饭店做的还要好吃 不管是五花肉还是四季豆都非常的入味鲜香 也是非常的下饭 首先我们准备一点四季豆和一点五花肉 四季豆我们尽量挑嫩一点的,这样没什么筋膜 四季豆我们把头部和尾部都砌掉 如果是嫩一点的四季豆,直接用刀把头部切掉就可以了 切好的四季豆我们放入陶瓷盆中 加上一点清水和一勺食用盐 食用盐可以砌除里面的渗流浓药或者是虫暖 下一步我们把五花肉切成薄薄的片状 五花肉我们尽量切薄一点,这样炒的时候比较入味 切好的五花肉我们放入碟中备用 下一步我们准备四颗大蒜,把它拍碎,剁成细细的蒜末 剁好的蒜末我们放入碟中备用 然后准备几个干辣椒,把它切碎,同样放入碟中备用 下一步我们把四季豆捞起来,放入宽中,过滤一下水分 现在我们所有的材料都准备好了 我们先起锅烧油,把多余的五花肉放入锅中,炸一下油脂 猪油炒出来的菜要比花生油炒出来的更加的香 煸出来油脂后,我们把肉捞起来 把四季豆倒入锅中开大火翻炒 四季豆炒至断生七八成熟就可以了 四季豆我们一定要把它炒熟,不然吃了会复现 炒好的四季豆我们先倒出盘中备用 这时我们把剩下的五花肉倒入锅中翻炒 五花肉炒至微微发黄,炒至一点油脂就可以了 不能炒得太干 这时我们把蒜末和干辣椒加入锅中炒出它的香味后 再把刚才炒好的四季豆倒入锅中 现在我们开始调味 加入一勺蚝油,半勺生抽和半勺的老抽 加上一点干豆豉 撒上一点鸡精提鲜和一点点盐 最后勾兑一点玉米淀粉水倒入锅中 这样开大火不停地翻炒 让四季豆和五花肉都入味 炒至一分钟左右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做出来的四季豆鲜香入味 有一点点麻辣,非常的开胃 这样的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 而且不用费很多的油去油炸 你喜欢这样四季豆炒肉的做法吗? 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的做法,赶快在家里试试吧 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转发和订阅我的频道哦 我们下一个视频见 我们下一个视频见